学佛念经 连护法神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潜意识 比如说做梦 很多人有遇事梦 有过去的梦 不要轻视做梦 因为做梦 很多在早上五点到八点的时候 都是菩萨或者护法神 或者你们过世的亡人 他们趁你意识还没有完全进入阳间的时候 给你的一种遇事 那用现代心理学上来讲 叫你的内心的心事意识活动 心事在活动 所以就算人死了 他的心事还活着 就像一个动物 你把他头砍了 他脚还会动 他的意识还存在 所以一般能够做到善良的梦 就是好梦 你就可以继续去做很多发展事情 如果你去做了噩梦最近 你千万不要去做任何要决定性的事情 因为这会给你带来伤害 所以佛家称梦为梦中意识 和人在人间的善恶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好人经常做好梦 恶人经常做恶梦 我们希望好梦连连 一直把这个梦成真 到天上去 我们继续成自己真佛 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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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